我跟你講 北檢只要這兩個人沒有約談 我就認為是辦假的 這個案子絕對是這兩個人決定的 我跟你講 就是前後任 前後任 尤其是林聰賢啊 因為林聰賢是新潮流的 陳吉仲這件事情還是小 林聰賢辦得到 才是真的在辦 因為畢竟陳吉仲英氣啊 陳吉仲認識嗎 是誰介紹的 要不要去問一下 而且我跟你講這種上億的案子 你沒有到那個副部長以上是不可能的 你其實也有點 我們又不是沒待過官場 拜託好不好 那個司長決定的標案 五百萬以下啦 拜託耶 怎麼可能讓他決定嘛 開什麼玩笑嘛 起碼到陳俊濟吧 當時的 對啦 就是陳俊濟那個小書呆啦 對啦沒有錯啦 你今天你今天怎麼了 陳俊濟就是小書呆啊 陳俊濟 不是因為這個事情真的人脈夠 真的就是林聰賢 你說什麼 司長能夠管到就五百萬以下的標案啊 頂多 就已經很趕了 我公務員幹嘛冒這種險嘛 想要請教亮哥一下超私案 昨天看起來我們的北檢 繽紛十四路來發動搜索 那裡面也傳喚了超私的代表人 秦宇喬啊 亮彩生技的負責人林一龍啊 等等的業者 好 那現在看起來 官員呢 官員辦誰 辦到這個農業部的副司長 對嘛所以是辦卦 副司長 對 所以我們直接就問了亮哥 請問 這百分之百辦卦 怎麼辦咧 接下來怎麼辦咧 啊斷點你覺得最高到誰呢 你現在如果叫秦宇喬 好像被交保兩百萬嘛 嗯對兩百萬 那你說他有 有詐欺之邪嘛對不對 誒 農業部這麼容易被詐欺啊 誒 對 我跟你講北檢只要這兩個人沒有約談 我就認為是辦假的啦 這個案子絕對是這兩個人決定的 嗯 我跟你講 就是前後任 前後任啊 尤其是林充賢啊 因為林充賢是新潮流的 所以陳吉仲這件事情 還是小 林充賢辦得到 才是真的在辦 秦宇喬 畢竟陳吉仲英氣啊 秦宇喬 陳吉仲認識嗎 嗯 是誰介紹的 對 要不要去問一下 對 沒錯 兩顆話講到此 哈哈哈哈 最近怎麼拉這麼保守 不是啊 不要怕我們總統府又發了一些 沒有啊總統府跟我關係還不錯 我們要吵架有助於身體健康 我已經跟你講就林充賢嘛 對啊 我已經講那麼白了 因為陳吉仲真的不認識啦 林充賢是選過縣長的人 嗯 他的人脈 遠遠超過陳吉仲啊 嗯 他的人脈 拜託啊 我跟你講他如果沒有約談林充賢 沒有約談陳吉仲 就是辦假的啦 對 就是這樣 對 現在目前看起來啦 就是雖然即便有兵分多路 但是亮哥你也點破 從政治上面的角度來講 你認為賴清德選擇超私的這個案子 還算是有後面幕後主高人在操盤啊 好啦你也不要直接推論到賴清德啊 好啦我們就說現在 北檢在避嫌啊 那為什麼單挑超私這個案呢 因為張祺凱針對這個案子諮詢了一個多月 就是跟白有點關係嘛 我讓你心裡平衡嘛 對 我認為是北檢自己玩的啦 哦 你去想一想 我積壓了柯文哲 那9月5號開始積壓 白鷹蝦正氣 11月5號可能要延壓啊 對 那時候不炸啦 對 那一定會說為什麼你這個不辦 這個不辦 一樣都是圖利 他賭你嘴先把 你一直講的這個案我先辦 就賭民眾黨 質詢最多的案子 叫超私 對 然後你最常談出來的那個案子 對對對 可是民眾也有感的案子 民眾黨當然跟亮哥一樣聰明嘛 他就說 那為什麼沒有約談林聰賢 為什麼沒有約談陳吉仲 我跟你講這個觀點不是我發明的 是陳往會告訴我 哦 也是民眾黨 所以我都跟你講大白話 陳往會 我昨天就把這個新聞寄給他 說北檢在動囉 那陳往會就立刻給我回一句 這辦假的啦 哈哈 他有受權你講出來嗎 我是不是直接這個 因為他現在不是立委啊 啊我們現在有機會 上新聞我就把他的話講給你聽嘛 他說 一定要約談林聰賢啊 因為他對這個案子非常了解 是 非常了解 是 所以大家聽到就是為什麼選超私案 你不要覺得大塊人心 終於聽到民眾的想法了不是 聽到民眾黨的想法 對啊 什麼民眾的想法 聽到民眾黨的想法 而且這個會期要省預算的 嗯 到時候你那個 會聽了啦 你那個高檢署房屋部 預算怎麼辦啊 嗯 對不對所以 到時候民眾黨 我剛有這個禮拜四 因為禮拜三招委選完了嘛對不對 那明天委員會就開始開啊 司法委員會就瓶瓶瓶瓶的啦 司法委員會也是忙耶 那這個問題人家就直接問啊 你為什麼沒有約談跟上面的官員啊 這種案子一個司長敢去動 你想想你是公務員耶 你敢說 這個案子就給這個請家來做 他那個司長真的是非常的 要唸很長喔 就是中央續產會的前執行長 現任農業部副司長陳忠欣 以及續產會家庭組前組長 只到這邊耶 他續產會以前林充賢也待過啊 對啊 是啊 所以是誰 對啊 農委會後面他是在續產會的喔 我知道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 我跟你講搞不好還不是陳其中啊 就是林充賢啊 這樣啊 而且你還用派系的方法去解 感謝何先生的抖內 關鍵人秦宇喬的女兒吳玉菲呢 人在日本 真的要辦的話 一定要等到他回台灣才會發動搜索 所以顯然是辦假的 因為他這次也沒回來啊 他不會回來啦 對啊 而且還講了後面一段內部故事啊 說他女兒是怎麼去幫他 要到這個巴西的訂單啊 對 其實當初在那個由淑慧姐 就已經有幾大覺得很離奇的事情 在去年就通通都寫出來了 啊可是這些東西看起來 你昨天約台灣這些人 沒有一個可以解答到這幾個謊言 當然就是啊 我引述一下 就由淑慧在2023年 就去年的9月6號提過的三大謊言 陳其中聲稱超司在報價報關 呃報宴都必須要先行墊付 甚至負擔退換獲得衍生費用 可是合約有寫著可以先請款 所以他是不是有公然扭曲超司採購合約 那再來他這個陳其中出事的報價單 特意又把報價的廠商給模糊化了 所以看不太出來這一批蛋 是巴西的誰所賣出來的牧場是什麼等等 所以你看這件事情 你都沒有約到關鍵的人啊 你陳其中都不用約談 而且這個標案的人你要有倉儲啊 是啊 那請問你有出事你有倉儲能力嗎 對對對 對不對 沒錯 結果是巡產會直接跟你對接 嗯 哪有那麼好康呢 沒有 哪有這麼草率的吧 呃不是 哪有那麼好康的標案 呵呵 你要出事財務能力啊 是啊 還有倉儲能力啊 你都沒有出事啊 然後就直接跳過政府採購法得標啦 你看大家在講說 純屬就只會警告一下 這甚至也不是警告啦 這就是要表現給大家看啦 不我們 這不是為了要警告 我們繼續講啊 北檢到時候為了他的預算 他就去約談林充賢了啦 那你就要 那就要勞煩您的金口了喔 從這個之前跟林佳龍的呼喚到現在 我跟你講不是 北檢要審 預算這個是他的命 嗯 而且張其楷對這個問題太熟了 嗯 而且他咬著不放 張其楷百分之百 司法委員會就質詢這一題啦 所以你就從今天開始 就是為期一個禮拜的時間 到各個節目都要記得敲鑼打鼓講 林充賢林充賢林充賢 嗯 這一定 因為太明顯了 而且我跟你講這種上億的案子啊 你沒有到 那個副部長以上是不可能的 對 你其實也有點 我們又不是沒待過官場 拜託好不好 你真的要斷點 你說起碼陳軍 那個司長決定的標案 五百萬以下啦 拜託欸 這種案怎麼可能讓他決定嘛 嗯 開什麼玩笑嘛 起碼到陳俊濟吧 當時的 對啦 陳俊濟那個小書呆啦 對啦 沒有錯啦 你今天 你今天怎麼了 陳俊濟就是小書呆啊 你今天火力全開 我很擔心你 還有我的節目欸 不是啦 陳俊濟 不是因為這個事情真的人脈夠 嗯 真的就是林充賢啊 你說什麼 司長能夠管到 就五百萬以下的標案啊 頂多 就已經很趕了 嗯 我公務員幹嘛冒這種險嘛 嗯 我如果能夠政府採購 那個流程走一下 為什麼不讓走 他用緊急採購呢 嗯 他用這個程序欸 欸這又不是疫苗 作為死人呢 對不對 你說緊急去採購口罩啦 快篩啦 這個說得過去啊 欸雞蛋也用緊急採購 你把他拜託欸 對不對 這個啊 而且缺帶又不是一天兩天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那邊 真的 我相信 我相信 你做到海洋友善